好,我們今次講到處理負面思想和情緒 我們一直都在講釋放醫治 但有很多人覺得釋放醫治應該是不斷斜靈的 但我覺得是處理生命非常重要 上次講到不被人影響 今次講到負面思想和情緒 其實是很多時候人們被這些影響的 我在初做御師時有同工的批評和期望 我太太又說回我聽 她又發生氣 令到我,這是之前昔龍龜主的太太 令到我心中很不開心 不開心的結果是怎樣呢? 大家可以想像的 心中在想,真是很難,很難搞,很辛苦 這些就是負面思想 凡人在一個困難的情況 我們就很自然就會有那些負面思想出來 接著又有負面情緒 真是辛苦了,真是不開心,真是壓住了 任何的困難都一樣 在那時,其實我有幾年都挺辛苦的 我記得那時,因為我一向都對香港很有心 雖然我離開了香港很多年 我就很想回來香港侍奉 初初還沒安排到的 只是有人告訴我,DHL 那時就有免費的機票 只要我用我的名字 他們很多寄的貨物就用我的名字 我就可以免費回來 然後10天就回去 我記得回來的時候 我看到維多利的港 看到香港很開心 可能在這裡的人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我離開了很多年 我回到來之後 然後我就在地鐵 因為我很清楚記得 很開心 但是跟著一想到 我要回來就要離開香港 當我一想到離開香港 立刻的心就重 立刻的心就不開心 即是說這種負面的想法 很難搞、很困難 還有這種不開心的感覺 很容易再一次又影響過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去看看我們的生平 我們都一定有很多 我們人生中很多的日子 有些困難 當你困難很簡單一個問題 當你追著你搭車 你要趕時間 跟著去到車站 車剛剛走 為什麼每次都一來到車就走 我們又不會想回我們很多次 一來到車剛剛上車很開心 我想大家都有這些經歷 一去到就不用等車 但我們有些時候 一去到車剛剛走了 那我們立刻的負面思想 什麼呢 立刻會有 啊 什麼這麼壞 神都不幫我 他心裡有一種負面的想法 然後就會有負面的情緒 就是 哎呀 真是很不開心 已經百上加根了 已經這麼多困難了 又加了東西上去 就是說一件這麼小的事 更何況如果有人針對 譬如說 在公司或者你家裡 或者跟人們罵完交 你想想你適合罵完交 你現在不用看一張紙 看一張紙 你適合罵完交出去 被人罵到很不開心 那你走出家裡的時候 你會不會說 感謝耶穌 哈利路日 沒有問題 哈利路日 會不會這樣 即時是很難的 即時我們很自然就會說 哎呀 又是被他罵一輪 又是無理取罵 有什麼搞錯 又不是我錯 為什麼會被他罵呢 總是會想這些思想 然後情緒一定是不開心 基本上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的人 都一定是接著受影響的 接著就容許這種負面思想情緒 經常在想 他真是壞了 真是和他一起真是慘了 真是做人難了 這種思想和那種被壓迫的感覺 就會持續 而神給我這個輕鬆得性的教導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不是一定要被人影響 他不能夠拿走我的東西 神是為我預備很多東西 我們今天早上講到約瑟 他約瑟被女哥出埋 但他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而放棄神 而親近神 在這個時候根本按照平常的道理來說 他應該覺得很慘很辛苦 他也可能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 神又不幫我 可能會這樣 但接著沒有多久他平息 他一直處理的時候 他就說其實神一定有他的美好的計劃 他在討厭的時候神又感到他安慰他 所以他就會放手 就是說他不是一下子登天的 神給我看到就是 我們有任何負面思想和情緒 我們都要留意到 留意到我們就懂得處理 留意不到就不懂得處理了 什麼叫不留意到呢 不留意到就是 整天都不知道做什麼 總之發穩陣 有些人是這樣的 為什麼你發穩陣 不知道為什麼 總之就是發穩陣 很不開心 很激氣 想回其實 被人罵過 有些不順利 一路越想越壞 那就跟著發穩陣 通常來說都會有這些前因後果 但當我們知覺 原來有人罵過我 原來我犯人這麼想這些不好的東西 這樣的時候 我就知道是這個原因 然後我用聖經應用 有優惠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這樣 又不能破壞我 傷害我生命的計劃 我就去處理了 好像大衛被迫害 但是神依然祝福他 於是我就相信 神一定可以提升我的生命 祝福我的生命 被人影響 這個是刻意處理 神給我刻意處理 其實在我經歷聖靈之後 神就叫我刻意處理 在那時 因為我和人分享 關於聖靈的工作 有人聽完之後發脾氣 我就不開心 不開心 跟著祈禱就沒有起落 但是神就提醒我去處理 我去處理的時候 我就認錯 我就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請你原諒我 但是我不是說我做錯 不是認我做錯 而是說 如果我令你不開心 但是那個人依然不開心 依然發脾氣 一樣扔電話 但是我就說 既然我已經處理了 我就放手了 這個意念都是很重要的 既然我處理了 他仍然接受 我就可以放手 這就是聖靈提醒我 你以後都是這樣處理生命 那我就從那時開始 我一發覺 無論小事大事 乘不到車 買不到東西 去到店舖 剛剛刪回 要買的又買不到 剛剛被人疾了 想做一件事 做完之後 沒有人讚 反而人們說 批評 無論是甚麼都好 我們總會有反應 因為我們是人 人一定有反應 問題是我們反應多久 會多久的時間處理 這個道理大家聽就聽過 但是一做的時候就忘記了 很簡單 譬如今晚你回到家 一晚回到家 家人馬上就發脾氣 哎呀你今天又不在 今天呀甚麼事 爆水管呀 流小水你又不在幫忙 搞到這樣 你看 你都不在幫忙 那你立刻說 不關我的事 我不知道甚麼時候 爆水管 如果一發生這件事 立刻我們的反應 嘖嘖嘖嘖嘖嘖 整晚就在這裡 嘔嘔嘔嘔 他又嘔嘔 我又不嘔嘔 基本上很多人 就是被這種情緒 思想影響 他一直處理 結果他一輩子都是不開心 以及一輩子都是負面 其實我自己想起 我以前真的有很多負面 很多負面的事情 即是有些人在幫助的人 我會覺得 幫助都是這樣 很難幫 這些人很困難 即是這種的意念 我想我們大家都會有 那我自己當時有這個意念的時候 我真的由得他在那裡 即是我以前和現在的分別 我由得他在那裡 但我現在知道 如果我想給神用 我想更加提升我的生命 更加開心做人 我是要學習處理 我會盡快處理 盡快處理 而很多時候是需要刻意 和是要掙扎的 即是有時我都會有一種 壓抑的感覺 那我就說 不用壓抑 你做甚麼呢 自己拿來自己壓自己 即是有時無端罷事 或者有些少少事 就在那裡的心壓住 那我就會提自己 耶穌在愛我 哈利路亞 耶穌在愛我 即是儘量將思想轉移 由負面的轉移 去神的恩典 神一直在幫我 神在陪我 哈利路亞 耶穌是體重我的 將這個負面的思想 不要再想 就是要想正面的 一直贊給神 一有贊給神 又覺得平安輕鬆 馬上就正面 即是習慣很多正面的人 即是神在服侍我 即是神是開心的神 我一親近祂就開心 即是神是很接立我 神又欣賞我 祂是一個開心的神 祂既然是開心的神 我親近祂就可以開心 譬如我看那個字 譬如我看那個 那個字我忘記 One for Israel One for Israel One in Israel 這個ministry 大家可以上網看的youtube 裡面有很多以色列人信主 其中有些見證是說什麼呢 他說他第一次去教堂 他最初都很質疑 但後來又跟了那些人 去開心贊給神 他一贊給神 整個心都鬆了 他都未曾經歷過這件事 我相信大家都經歷過 不過不是每次都經歷 我聽完這個見證 我立刻在做什麼呢 我現在立刻在經歷 你讓人多謝耶穌 即是立刻提自己 他說耶穌現在很愛我 耶穌很愛我 讓我起落 永留在心中 這就是我常常做的事 就是盡量幫自己 脫離任何的小小的壓力 或者大的壓力 然後盡量在一個輕省的狀況 讓我整個時間 盡量輕鬆平安起落 這就是我刻意 讓我能夠活出神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的 深信你是寶貴 神體重你 神會提升你 而這個過程 是學習的過程 越是處理得到越是好 而我講一個困難 困難什麼呢 的而且確 就算在基督徒的圈子 不是個個都處理生命的 我發現 因為我接觸的傳導人 有時那些傳導人都會慎 我看見他的怒氣 有些事處理的時候 看到他的脾氣爆出來 是很明顯看到他沒有刻意處理 他不覺得他 或者有時看到有些人會罵人 他不覺得他罵人是會傷害過人 或者他只是想過人不好 我發覺不是每個基督徒都會學習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第一族 第二你就引導 你周圍的人去做 那些信主的 一直引導他改變 慢慢你就將這個教導 輕鬆得勝這個教導 傳開給這麼多人 好 我現在看看裡面的內容 負面思想 有很多時候會覺得 這裏後面那些 我想我不用說了 只是給你一些例子 人生很慘 很困難 我都是做不到事 我都是沒什麼用 這些類的 第二 為何人會有負面思想呢 因為第一 周圍的人都是基本上負面 這個世界上 正面的人是少了 正面的人 都有兩種 一種是怎樣的 他有負面 不過他都有正面的時候 他有很不開心的時候 不過他有正面的時候 而這個 就是說有些人 那個負面正面兩種都有 不過比例上是比較正面的 但是有些人 他真的那個負面是少到不得了 在他的口中 你察覺不到任何 他講出來說 真是壞了 真是沒用了 你真是蠢了 你那些東西真是難的 就是你察覺不到 他的口中出任何這些說話 就是很少很少的 我講到兩種 一種就是他有負面有正面 另一種就是 他的負面是快處理到 你都察覺不到的 是少的 就是小人是這樣的 多數人一猛一急 立即就會彈出來 那些反應 因為我們周圍的人都有負面 所以我們受影響 第二就是自己失敗多 所以覺得自己都是做不到的 第三是沒有自信 純粹是我很卑微 我都是做不到的 其實我們個個 無論我們多卑微 神都可以用我們的 被人批評多 因為人是喜歡說 做不好的地方 但是耶穌很特別的 你一杯涼水 給一個小字 都白能給得上次 神就會欣賞 我們做得好 就不是數我們做得不好 但是人就會數我們做得不好 所以我們習慣了 我們自己就會想那些不好 用一例子說 彈琴表演的人 會說 哎呀我今天彈錯音 都沒有人知道 不過他自己知道 但是他自己批判自己 說完道的人說 哎呀我今天說漏了些東西 哎呀那時候說得不好 總是會看那時候不好 但是他其實有很多好的地方沒有看 人就是會很多時候對自己的生命 有很多負面的批判 我們就是被人批判 而自己又批判 這些都是我們負面的思想 或者是不信聖基 應該不信神 我是自己 就是覺得神都不關心我 也不幫我 這是謊言 神真的很想幫我們 神是定義幫我們 第六就是很多人 對很多事不投入 有半放棄的心態 這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另一種負面的思想 就是做人都是不行的了 哎呀沒用的了 哎呀沒用的 做人都是白做的 這種的心態 無論在家裡 在做工 或者在教會 在侍奉 都會有這種負面思想的心態 好了 那後面加一句 正面思想哪裡來的呢 就是聖經那裡來的 聖經是很充滿負面 但是有些人說 聖經有些 強烈的批判 聖經的批判 第一就是警告 第二是給了一些 不肯悔改的人 當聖經說到人一悔改 你的罪 他需要讓朱雄必變成說白 神立刻是正面的 是那些人他不肯悔改 神才會 譬如說那些犯理錯人 耶穌才是這樣的 強烈的指責 但當他一悔改 你發覺耶穌從來沒有跟門徒說話 你是粉色的墳墓 他沒有這麼說話 就算他們有假 譬如說 給耶穌討論 他沒有說 你口話信我 你的心是害怕得不得了 耶穌不是這麼說話 他永遠都是用正面 他不會 雖然那件事是真的 他到了那時候 他真的驚到不得了 但耶穌不會令到他覺得 哎呀我真的沒有用 我真的做不到 耶穌是不會這樣 耶穌是真的很特別 聖經裡面的指責的話 當你一悔改 神是完全接納我們 好了 這個負面思想產生負面情緒 就是這個情緒管理的ABC理論 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字 我們就看著我 A就是activating effect 即發生的事 引致有這個思想的模式 B就是信念 C就是後果 大家可以看著我 這個ABC的觀念 是聖經都有的 聖經都說到 當我們信靠神 我們就要喜樂 有什麼信念令到我們喜樂 而在日常的生活 是常見到的 為什麼人會不開心呢 就是因為人的信念 譬如說 哎呀沒有人喜歡我的了 對呀我剛剛做完這件事 都沒有人贊 他做完就 有時未必 真的沒有人贊 但他不過見到他做完 那個心 很開心 這樣就覺得 人家差點喜歡他 又不喜歡我 譬如有時有些 有些人 他的小朋友 他弟弟妹 很有趣 他就經常認住 他很有趣 爸爸媽媽經常讚他 很有趣 爸爸媽媽喜歡他 他就覺得我不有趣 那信念是什麼呢 他很有趣 爸爸媽媽喜歡 那就是 我就不有趣 爸爸喜歡他 我就不喜歡我 那我就是 我是沒什麼用的 我是不給別人喜歡的 就是這個信念 我不給別人喜歡 這樣就影響他的情緒 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人讚你 那個人的心就說 你都不讚我 我比他更好 你又不看到 只是看到他好 我自己試過 總之有時 覺得好像有人喜歡某個人 我心裡覺得 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這就是一種信念 希望人會對我們好一點 不過人是 不會刻意對人好一點 所以就會失戀失望 就是因為這個信念 但是當人的信念 但是現在 神改變我 我的信念是什麼呢 我經常都會想著 神現在很愛我 很疼我 我一做什麼合乎神 真是神就開心得不得了 神就拍掌 整個天堂都會歡喜 如果罪人悔鬼 神會歡喜 因為我聽他話的人 愛他 他一定會歡喜 所以我的心就說 神現在很開心 一天很多次 這樣跟自己說 神現在很開心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做 我一祈禱神就歡喜 神就聽過我祈禱了 所以我無論走路 乘車 去洗手間 我很多時候都會 感謝耶穌 哈利路呀 感謝耶穌 我醒了 起床半夜去洗手間 我一定 在過程中 一定會感謝耶穌 我才會睡覺 我總是 時事 這個正面的思想 神是喜悅 神是 我做任何事 神是喜悅 神一定會接立的 這個就是我的信念 改變我的情緒 所以大家如果想改變你的情緒 是甚麼呢 信念變回正面 我做了錯事 不僅要我求主 神就行了 我一做任何好的事 神就歡喜了 我的心向著神 就算我做都不夠好 我一點都做好 神已經不會欣賞了 這些信念 是會令到我們的情緒更加好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我想問大家 當我在說的時候 你能否相信 你是寶貴是重要的 神在你生命中 是要做偉大的事 當我們聽話的時候 是會做偉大的事 因為經常都會彈出一些意念 你就可以了 我不行了 我現在在說 可能有些人在說 你就可以了 我不行了 你是這樣想到 我不行了 這些東西太過抽離 我們的現實 我們的現實太難了 不行了 我學不到你的 其實我都試過 被人傷害很多 其實我一生的人 數起來數起來 是很多很多 但我決意 在他心裡面說 神愛我 神看著我 神一定幫我 神一定提升我 這個信念 令到我的情緒會回頭 但信念改變情緒 不會馬上回頭 譬如我試過被人傷害 我說不要緊 人流飽會怎樣 我說不要緊 但我發覺我心裡都會不舒服 但他半夜醒時還會吵架 但我怎樣 我就繼續讚美神 感謝神 阿里路亞 我不用給他影響 我一會把他擺住 我不用給他影響 感謝神 多謝耶穌 阿里路亞 那天晚上就會鬆 我會刻意去做一些東西 令到我鬆 但首先有個信念 如果信念改革 譬如有個人 他經常覺得自己沒有人喜歡 的時候他就要讚美神 但他覺得他的讚美是神不喜歡 他不及人 他一直讚美神也好 他都很難起落 所以第一一定要改變這個信念 改變這個信念 然後我們讚美神就有力量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是的 關於這個觀念 這個其實是一個人 他所寫的觀念 但這個聖經也有說 就是ABC的觀念 就是你有的一件事發生 你的信念 B信念 就會引致你的情緒不同的反應 其實很多人為何長期不開心 就是因為他長期想法 都是很負面的 好了 接著第四 是的 你說最快刻意處理 但例如說可能 假設一個人 每天都罵你 那你怎樣去做 那你怎麼去做 刻意去做 刻意去做 我曾經試過被人每天都罵 那我怎樣 他一直罵我 我就說不要緊 不用放在心上 他一直罵我 我一直將他 turn off 我不會受落 我受落一定死的 我一直 turn off 他一直罵我 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不用放在心上 神愛的惡 一直這樣 turn off 就是說 問題就是 分別為何有些人覺得這麼難 因為他一直吃 吃完之後 要吐出來 就很難了 吃完之後 你被人罵 哎呀死呀死呀 哎呀沒有用 哎呀賺美神 感謝神 多謝耶穌 賺美神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因為吃完了 是不好吃的 一定要先把它套出來 耶穌看錯我 我是寶貴 我不能夠受落這些東西 他講的不是真理 那些傷害人的人 講的是不是真理 不是真理 不過 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都受落了 那些不是真理 好 接著 第四個 哈巴谷書三端十七節 大家都記得西方有三端十七節 我喜歡的 他因你歡欣喜樂 勿而愛你 請因你喜樂 而歡呼我 神很開心 哈巴谷三端十七節 又很好 一起讀 雖然無花果樹不法國 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有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冤中絕了陽 行內有無永久 然然我要一如說 歡欣 恩救我的上帝喜樂 信念令到哈巴谷喜樂 好了 哈巴谷什麼信念呢 就是神的救恩是好的 我要恩救我的神來喜樂 神是很好的 他的信念就是神是很好的 就算我一切的事情很困難到 神也是對我很好 所以我可以因為神而開心 所以他能夠在這困難中 你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他 你還沒有無花果樹 又不發黃 葡萄樹又不發黃 橄欖樹又不發黃 橄欖樹又不發黃 三種樹 和田地都不出糧食 種完畢 監種了一輪 都沒有糧食出來 然後又沒有牛又沒有羊 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很困難呢 但是他是因為神 他注目在神 這東西是我們有 世人是沒有的 世人呢 當世上的人 我說這些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見我了 當世人被人傷害 他們是很難找到安慰的 他只能不管他 去看電影 去玩吃 只能這樣 但是我們可以說 神愛的我 神在我心裡有奇妙計劃 他們是做不到這東西的 當世人知道自己有癌症 是絕望的 他只能說我接受死 他只能說我死了 或者去一個好的地方 我是好人 這是錯誤的想法 我是好人 去一個好的地方 有些人會這樣想 有些人都會想 我到底是不是去到天堂呢 就是世人當他在絕望 在病痛 他的子女都不聽話 子女都不要他的時候 他是真的沒有盼望的 但是我們有盼望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位 愛我們的神 而他在一切的困難中 幫我們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這個神 而神是可以經歷到的 我們就抓住他了 這個德性五部曲 希望大家記得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留意負面思想 二 深信他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處理 四 討告 第五 選擇信牧神 這五樣你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問題 留意可以留意罪 留意負面情緒 留意潛意識 留意到了 接著呢 深信有破壞性 我發覺我想的事情很負面 有破壞性的 接著聖經處理性的教我怎麼做呢 討告兩樣的目的 一個就是求主赦免 第二呢 就是求主加力 求主赦免和加力 接著 第五 選擇信服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說 心在哩咕嚕 我不開心 我留意到我不開心 在怨怨 留意 第二 破壞性 我哩咕嚕 不開心 是有破壞性 第三 聖經說什麼呢 神會說感恩 神會祝福我的 聖經教導我 放手 不用怕各人的 第四 祷告了 求神給力量我 又赴面 接著我選擇 怎麼選擇呢 大家看著我 怎麼選擇呢 明明在想不好的事 我開始想回正面 神幫緊我 神幫緊我 神和我一起 把自己的思想拉回去 我覺得 不公平 但是 耶穌為我死 都是不公平 神的恩典 我是一個罪人神 這麼多恩典 是不公平的 不過這個是 好的不公平 很多恩典給我 我一聽說 我做小小的神 又給我很多恩典 這個又是不公平的 但這個不公平 對我是祝福 這就是 把我們的思想 拉過來 這件事 如果你願意做你的思想 就會改變 是我時事都會做 就是我 我發覺我都是會 因為我都是人 我都是會有時想 哎呀很難搞的 哎呀那些人都不改變 怎麼想祝福更多人 我心就是想祝福更多人 但是那個過程 總是會有覺得 難做的感覺 但是這個難做 就會令到我有負面 那我要深信 神其實正在開爐 神正在開爐 給我有機會 給我有機會祝福更多人 我就想回正面 想回正面去取代負面 大家可以試一下做 這件事 是明白便容易的 神給我很簡單的 很簡單的 不要吃垃圾 負面也不要吃 吃回神正面的東西 是很簡單的 取代 我留意到 即是取代 這個得聖部曲 如果簡化就是 一、四、五 我留意到 四就是祈禱 接著五就是選擇 因為如果你已經知道 它有破壞性 和聖經教會怎麼做 我已經知道 不要埋怨 這個有破壞性的 於是 我就一有埋怨 立即說 聖經 即是我怎樣去 祈禱得力 然後我就選擇 去祝福 好 這個得聖部曲 希望大家記得 好 講到得力 如何平安興省 是一個不同的教導 其中一個教導 就是講到平靜安穩 以賽書31章15節 你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 這個是神做我們人 很特別的 大家可以看著我 下面的我會這樣解釋 神做我們很特別 就是人是適合安靜 不適合急躁繁忙 雖然我們都要有繁忙的時候 都要有趕的時間 譬如你要趕工 或者有個賊老追你 你當然要快跑 我們有需要這個時候 但不是經常都是這樣 經常有人追著你 經常都要跑 那個人很快會死 如果你又遭到賊 一起來就有人要幫你 你走來走去 譬如那些鹿 有時被獅子追 他一吃草的時候 他又會平靜 如果他經常都會 一吃草吃 他都不行 因為他的身體會出 有害的荷爾蒙 原來當人和動物都是一樣 當我們平靜安穩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一些 對我們身體有益處的荷爾蒙 令到我們心情平靜 和舒服的 大家有沒有發現 當你放鬆人心呼吸 人會舒服的 覺得舒服的 你舒服的時候 其實是身體在分泌 他會避免舒服的荷爾蒙 給你 神做我們是很特別的 他自己會分泌 只要你不要妨礙他就可以了 你一急就妨礙他 你一放鬆他就會出 一放鬆 他人就會恢復 譬如你很睏 很累 你有機會坐下 睜眼一會 一邊放鬆 放鬆一會 我自己就很快 然後他會打哭露 打哭露 打哭露會流很多眼水 我覺得這些是排毒 然後打幾個哭露 排眼水 然後我發現精力又恢復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這個經歷 我試過很多 我有時在過程搭車 我會閉上眼 放鬆一會 那就開始打哭露 打哭露 眼淚水會走出來 不是哭露 總之眼淚水會走出來 我就覺得眼淚也是排毒的方法之一 然後那個人就 然後搭臉車 他人又回復露 原來神做我們有這個 開心愛爾蒙 我給他名字 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留意 經常都是這種狀況 儘量經常都是輕鬆平安 神真是好 Hallelujah 感謝耶穌的狀況 就是愈出這些開心愛爾蒙 還有我曾經說過這個 魯電波 在繁忙的時候 記得那個Bet 蝙蝠嗎 就是Beta B 不過你不記得什麼名字都不要緊 總之繁忙的魯電波 繁忙的 然後當你平靜 比如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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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是Alpha 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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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就是當你平靜 然後Theta 就比較特別 就是 差不多睡著覺 還有當你很靜很靜 靜態到 差不多睡著覺 然後就說 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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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時候 你的露電波就會慢 還有 你的思想就會入慈意識 就是他們發現 他們做實驗 發現 當他們在這個狀況 譬如灌輸一些意念 譬如說 我是寶貴的 我是重要的 我不用被惡人影響的 沒有問題的 他就會入 他的前意識 他人的前意識就會開始改變 那他的情緒就會改善 這是我們感謝神 連神給我這些機會 所以大家睡覺之前 千萬不要含路到日落 你就會急躁地睡覺 你就會 那個前意識 你那一晚就會發惡夢 牧師問多個問題 有時 有時在睡覺的時候 有很多事情想 又或者 腦子真的很混亂 那就是 怎樣進入到 那個極度靈靈的時候 OK 那這個呢 首先由思想處理 他害我害不到 一定要由這個基本的 他害我害不到 他罵我 不代表我死了 他罵我 不代表我恨你 我用一個例子 家人或者公司 有人罵我們 對我們不好 他不是24小時罵的 就是每天 由早到晚 都不斷 那又罵 上班 又不會又上班 到下班 他罵 罵一會兒 那我們就放手 最主要就是放手 不要觸實 他說的話 放手 開始想神的恩典 一想到其他不好的事 就立刻放手 就在那裡 在那裡 在那裡 明明被人罵完 耶穌的 在愛我 我處理到 耶穌很歡喜 耶穌讚你 你很厲害 今天你處理到了 有些人說 你自己作 耶穌哪會欣賞你的 如果耶穌會欣賞 我們給你一杯涼水 我們這樣處理生命 耶穌說了 你如果善待日 祝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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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夢遙樹 必夢得福 怎樣能夠得福 一定是神恩想要 才祝福 所以 我們善待日 神是會祝福我們 我們吸人 就必有吸我們 並且用十足的星斗連搖 大岸上尖下流 就我們懷衝 我們就不斷用這些思想 灌輸 日後的時候 那個思想就會平靜了 而我們立刻需要祈禱 譬如罵完 最好找機會祈禱 如果沒有機會 就要去洗那間一陣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的時候 放縮個胸口 多謝耶穌 也不一定要開聲 多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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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那個人就會鬆 出來做事的時候 不要緊 他做我什麼 我不用抓緊那些說話 最重要是不要抓緊那些說話 他罵我 為什麼 他不是不斷地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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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他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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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處理錯了 首先思想一晚 接著處理情緒 但有些人幾個月幾年一直都不處理 分別就是這裡 所以希望大家學到這個秘訣 這就是神給我的秘訣 其實我們輔導人 這幾堂所學的 如果你不記得 看Facebook、WhatsApp、YouTube 看完教導的時候 你想要這些 我全都可以傳給你的 這些資料 這裡講到能夠平靜安穩 還有另外的方法就是 運動 神給我們做運動也是好的事 其實以前世代的人 比較多人做農夫 要做粗蟲的事 反而對他身體好 他出了寒 在太陽之下更加好 但現代人經常在聖路牆之下 圍著 就變成沒有太陽光 也都是經常坐著做事 就沒有像以前的人做的 那麼健康 我們就爭取一些機會 有些運動 有太陽 人就會平常輕鬆 也都欣賞任何一個 對我們好的人 他跟我們聊天 其實是禮物 有人善愛我們 是禮物 我樂意去對你們好 那你就會覺得 真是好 來回教堂 有人對我好 感謝主啊 祢祢祢 那你的人是正面 這些就是珍惜 有人的相交 但是現代人 很多時候 WhatsApp 只是出那些字 還有經常都奇惡 快點 為何那些人不出聲 其實是一種壓力之下 我發覺有時 我出去走 忘記戴手機是好事 戴著手機 其實就不太享受到 你出去走 出去走 出去走 他遲了一會兒 以前都是 他要遲些才得到答案 就由他遲些 那時候放鬆一下 比較輕鬆 能夠恢復 但是有些人就不是 他輕鬆走 走幾乎就走 因為他的娛樂變成是要看的 他必定要找 找一些信息 就會安慰他自己 而不是用一種輕鬆的心態 總是要找一些刺激的人 接著就是 《思想神為親近神,德力愛》 詩篇九二編四十四節 一起讀 求你試能不能早早飽得你的錢外 好笑我們一生一世歡呼喜樂 原來經常早飽得神的錢外 就是思想和赞给神的爱 神的恩典 我们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 其实圣经讲了很多经文 那里神是喜乐的神 祂是会将喜乐给亲近祂的人 我们就越是亲近祂就越是喜乐平安 垃圾就不好吃 世人的不好的就不好吃 越是受神的恩典就越是平安 第八课我说了 就是这个Theta 这个鲁尼波 Bat 接着D是Delta 就是睡觉的时候 这个没什么特别 Bat 就对我们有帮助 就是Data 繁忙的鲁尼波 我们都需要有繁忙的鲁尼波的时候 然后到Alpha 比如休息 有些人去做事做得很忙 休息做什么呢 就快点去看手机 或者看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繁忙的 有些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些经验 很累就想着看电视 你会不会发现眼睛更累 其实那时候你恰恰更好 就是你恰恰了眼睛 会更加对我们有恢复的帮助 接着来九点 正面思想和情绪是要刻意建立 就能够建立生命和侍服 随意的 人通常随意都是负面的 通常是很难搞的 很辛苦的 很不开心的 通常都是随意都是负面的 一会儿大家讨论的就是 为什么需要刻意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呢 第二 什么阻力难阻我们处理呢 如何处理呢 和分享你曾经如何处理过 我们一起祈祷求主帮助我们 去留意到我们的负面思想和情绪 和知道这些是垃圾 我们知道需要处理的 天父 我们感谢你 虽然我们知道需要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受这些影响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事情的困难 觉得人对我们不好 觉得失望 而我们少想到我们为主做的神是欢喜的 我们亲近神是欢喜的 神是喜欢我们有亲近祂的心的 神是喜欢我们很多样 为祂而做的事的 求主帮我们有正面的思想 有正面的情绪 当我们责给神我们就会喜乐平安 让我们整个人事事平安轻松 越平安轻松 那人越健康 越能够抵抗疾病 越少疾病 我们越平安轻松就越健康 但是越烦恼就越多痛症 越多困难 也都容易有大病 求主保守我们 有平安喜乐轻松 这样能够活出神的生命 神的丰盛的生命 满有圣灵的果子 能够影响周围的人 多谢天父祈祷奉主耶稣 圣灵 阿们 其实事奉的生命 是否比较 你做的事更加重要 事奉的生命就是 喜乐平安 施 然后先去事奉 看到别人就不是很急 就算事奉也很急 求主帮我们 事奉的时候 平静安稳 轻松一点 这样别人看到你的榜样 都更加得慌疚